《大法谷》 《大法谷》 遇到恶报 这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心中也没有办法平衡的 但是 从佛学的佛法的观点 看人的生死不是一生 看人的生命是无穷的 过去有无量生无量死 也可以讲 就是一世又一世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一生又一生地过来的 而我们这一个阶段 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在整个的生命的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短的一点而已 不是整个生命的全部 所以从一点要看全体 没有办法 说得清楚 而所谓因果 是从过去无量世 一直到现在 未来还有无量世 还要继续下去 可是我们因为在这一生之中 没有办法了解 在过去世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一生 好人反而不得好报 恶人往往还能够逍遥法外 有的人 大家认为他是恶人 结果他也是被冤枉的 不是真正的恶人 有的人的确是做了坏事 但是这种人做坏事 不是他自己要变成这样子的 也是受了环境的影响 受了他人的诱惑 而变成了坏人 所以人很难从这一生之中 就能够把说英国 能够摆平衡的 那么至于说我们看到 有许多的犯罪的案件 当然在我们台湾呢 犯罪的案件 大概多数能够破案的 但也有啊 永远没有办法破案的 在美国像干代的总统啊 被刺到现在也没有破案了 在我们台湾高雄县的余登法 过世了 这怎么死的 现在也没有破案了 像雷似的呀 没有办法破案的 案子还是很多的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像是说 副教讲英国 好像没有英国了 不是这样子讲 我们要知道 第一 生命的过程 这一生仅仅是许多许多生 无量生之中的一生而已 过去的 到现在 现在的还到过去 到未来去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样的坏事发生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追究 过去是什么时候做了坏事 那就这样子说吧 这就是英国 还有英国是这样子的 许多许多的英 人累积成为一个国 本来并没有杀人 结果是被杀了 这是累积了许多许多的 这个毅力 恶意 把它继承为同一个时间来受报 那就可能被杀 那在过去 你查不出他是有杀过人的记录 但是呢 这一次是被杀了 这个不一定说是 因为他没有杀人 现在就不应该被杀 这是做了许多许多的 一样一样的恶事 把它累积起来 算账一期算 就这样子 那么也有的呢 做了恶事 过去做了许多的恶事 渐渐渐渐的 一样一样的来抵消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人 会不会感觉到受恶报呢 不容易感觉到 因为做了坏事 结果受恶报的时候 是一点一点的受的 临心的来分的受的 所以啊 又感觉不到自己 受了什么大的恶报 因果啊 有的是 现在是果 有的现在根本就是 开始这个因 并没有欠人家 人家 害了你 我们 并没有 害人 结果人家害我们 有这样的事吗 有啊 我们现在 常常有人说 我是被他害了的 我是被某人害了的 我是被拖下水的 但是子机并没有 害人呢 子机已经被害 这个是因 那害你的人呢 以后会怎么样 他子机会有果报 所以倒过来想 不要想到 说我过去一定是受了他的 一定是啊 害了他 所以他来害我 那 已经呢 发生了的事 不要渊源相报了 能够处理的 怎么处理就处理了 照发令来处理 就发令来处理了 子机再难过 也是没有用 那样子呢 对子机 我们现在的 身心呢 是有帮助的 对我们 我们未来呢 是有帮助的 你用因果的观念啊 就是过去的因 或者是 现在就是因 用这种观念来解释 那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啊 比较啊 能够是我们心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